老关60岁了 就在三年前 他发现儿子跟自己和前妻都没有血缘关系 儿子是他50岁时在安徽某医院 通过试管手术得来的 儿子亲生父母是谁 自己是否有亲生子 院方一概不知 2010年10月2011年3月 两人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两次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 均未孕 2011年6月解冻胚胎移植 于7月显示宫内孕单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想起了,我就跟他去拿宿舍了,就把他找到,用了电脑管制消消毒,起了点血液,跟我的正经东西一讲错,说不是的,说不是到以后我们要买一把的信息散开给他买, 我们要帮助到以后,一份实在的时候,分离人一起再去做一下,还是不是的,而且还不是他的,因为我们经常要做的事,对我们一起来买一把的信息散开,其实真的,首先感觉没有意义,我们立即在法里面是没什么意思的。 是在分娩时抱作了婴儿,还是胚胎一致时出现失误,2022年,老关和前妻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安徽省妇幼保健院告上法庭。 你说服务员保健院,就分孩子吃这个东西,肯定性不得了,我自己的胆子都看得到非常严谨了,而且那是善务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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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务医,我那么善务医的善务医出现了,分娩时就把定格来了,因为我还不信了,当时就出来了,就跟他们买一把一起出来了,起码了一把就在房间里面,或者进来后里面, 判决书中,安徽省妇幼保健院表示,该院不存在过错,严格履行了生产环节的规范流程,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也认定了安徽省妇幼保健院无过错这一结论。 合肥市蜀山区法院查明,生殖中心的诊疗、护理行为存在过错,过错与不是亲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无法明确。 仅能说明过错与不是亲生之间具有高度概然性,判决书载明,高度概然性即极大可能性。 发现儿子不是亲生的,老关第一时间找到医院反应情况,但时至今日,老关得到的说法是,自己没有孩子,儿子的亲生父母找不到。 这种医贯不能否认,这些罕见的事件,我是他们肥要是反复找不到,因为找不到。 我们就跟肥要是讲,所有的那个管子都给他,就那个罐子,那件那个罐子我们都带回来了嘛,然后全部全部找不到,没有呀。 哎呦,他们后来觉得你那个胚态的不好,培养的胚态也不这么好。 跟里面那些培态都在散查起来,都是两个人签字,所以你看,怀疑他也不敢嫁,百分之百。 这种操作,他没错,就是这样的。 没有,我们那个格杂,我就假的帐户人,你把以前你放的那个银带罐子,罐子都倒掉了,所有都查了这命令里面,没有你的培态。 人甚至能觉得很多很多,像你,你的EV的经历很多很多,实际上过到最后,就是一个宽容,前面的事,我都跟一约给你摆进去,实际上过到最后人就是和达。 我许,你这些人连续,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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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帝,就是,你的真要是肯定你喊的,不说一番命,那么一番命呢,就是,这个喊到的父母,怎么的,不容易打了。 就三年,我说,谈了,就,我要跟你,谈了一个福利,我说,你哪怕骑工,骑工你这地方干嘛呢,我就看你去了。 现在台湾还一看你 记不上你们看的 什么都不可能 我心里也说就行了 不大话我对你 不愿意想起来 我现在我也供不起台湾 或者 想要去到小人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 你会不成功 那你考虑一下 你怎么办 你妈妈 一定不是想 妈妈也很 你不好 实际上 这些事物 也就这么 一百万一百万 针对上述情况 一位国内生殖医院 权威专家认为 找到孩子亲生父母 并非难事 极可能有两对胚胎出错 至少出两个 后来 那一个国内的话 是用网络的 听了一个别人生下来 然后 是不是成功呢 这个国内是谁的 我干不夸得清楚 他这样的话 比如说你那一天 做的那一天 有多少人 你把那一天查上 查上的话 你把他所有的根基础 也就是那一天 做的多少人 找到这个国内出的 就给亲自家定买 或者 这个水标 为你车定吧 嗯 这个人上的我 不准备还是谁的 嗯 他喝的方式就看 因为这二三十个病人当中 有没有成功的人嘛 有成功的人把那些小孩 在抽血 就跟他们的人 本来经营对比嘛 一个四斤要搞清楚 哪里去买 那我 有没有 这个太棒 它是我们在哪里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你和我的外界 これは 那我们吃到所有 风筠的人 可以 扩得很难 我让它们 还剥成果 要不然 我 就是 我 没 你 你 我 你 还 我 你 不 对 我 你 我就 我 它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明镜需要您的考虑 请不吝点赞 Bob dopamin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